每个胖子都是潜力骨,张艺兴变化最大,而他瘦下来,却变成了吴亦凡,一个胖子瘦下来能有多帅,在变帅变有形的这条路上,男明星们的狠近丝毫不亚于女人们,许多男星瘦下来简直秒变男神。 小绵羊张艺兴在青春期可是个妥妥的小胖子,看着圆圆的脸小边,还以为是杜海涛呢,也不知道咋减的肥,现在也太帅了吧,这人直蹭蹭就上去了,黑历史简直就是一步励志史,说起健肥成功的明星,不得不提到男神彭于也,他未出道的时候,是一个十足的小胖蹲,跟帅气根本挂不上钩, 后来他爱上了健身,开始了疯狂的运动,如今凭借着这幅好身材,彭于燕获得了很多电影的演出机会,那些年唱着不得不爱的潘伟伯,皮帅的感觉还是有的,除了他胖的时候,可怕的金矿眼镜和中分郭富城头,所以说人胖也不能放弃自己啊,小编只想问,魏大勋,你这么多年到底经历了些啥? 杜海涛在短短二十几天内减了近二十斤,几乎是每天受一斤的节奏,在平日生活中,杜海涛每日坚持跑步,游泳,健身等,如此励志一百天内练出八块腹肌也不是没有可能, 罗志祥过年时吃太多,暴肥到78公斤,不过他相当有自觉,要求妈妈除夕只煮一顿饭,并搭配运动在短短一星期内减重六公斤,十二斤啊! 爱美的姑娘们,还不动起来,和张一星同为EXO成员的嫖灿烈,小时候也是肥肥脸,而现在的嫖灿烈却十分帅气,已不再是当年的小胖子,看来胖子瘦下来真的是不容小觑, Big Bang的成员Top,现在是组合颜值单单之一,但你知道出道前,他却胖成这样吗? 从旧照来看,Top基本上从小到大就没瘦的时候,穿的衣服也都是宽松加大号,更不会让人把他和男神联系在一起, 但随着Top吸毒的消息,许多人猜测,他是不是吸毒才瘦下来的呢?你们觉得呢? 最后,你们猜这个小胖子是谁呀?每个胖子的心中都坚信自己是潜力股,只要瘦下来,就可以变得美美的,帅帅的。 陈凯歌的儿子再次证实了这个结论,瘦下来的陈飞宇却意外撞脸吴亦凡,很多角度都与吴亦凡十分像,而且身高190的陈飞宇比吴亦凡还高, 有导演老爸和演员制片人的老妈保驾护航,资源必定好到爆,会不会是下个小吴亦凡呢? 所以啊,胖子真的是个潜力股,你们也要瘦下来,去见自己喜欢的人呀,你们觉得陈飞宇像吴亦凡吗? 他们以后谁的发展会更好呢? 咱们探索了是凡的字幕,咱们探索了一遍